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向法院起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因其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 原告主张 特朗普涉嫌犯有诽谤和精神伤害罪 希望法院判决特朗普为每一名亚裔美国人支付1美元总计大约2290万美元 这笔钱将用来建立一个博物馆展示亚裔美国人对美国做出的贡献 据原告掌握的证据显示 2020年3月 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故意删去冠状病毒的名称 改用中国病毒来代替 此后还使用了功夫病毒 武汉病毒等侮辱性词汇 原告表示 特朗普不应该在不清楚病毒真正起源时使用这些词语 因为这种带有明显误导性的说法 导致美国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频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诸如中国病毒等用词如何伤害了亚裔美国人的文章中指出 自2007年以来 美国对亚裔种族偏见逐渐减少 但当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后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程度仅用了三周时间就恢复到了2017年的水平 而特朗普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听新闻早餐之天下大事 下面来关注国内新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发表 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2.3万字 主要内容实现和平解放 脱贫攻坚 全面胜利 民族宗教工作成效显著 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等十方面的内容 针对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冻结中欧投资协定 国外交部昨天表示 中欧投资协定不是谁对谁的恩赐 希望欧方少一些情绪宣泄 多一些理性思考 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正确决定 生态环境部消息 在汇聚各方力量共赴昆明之约部长级在线圆桌会议上 与会各方代表认为 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形势 国际社会应保持紧迫感 充分动员各方力量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 日前已获国务院同意 意见提出 鼓励停车资源共享 支持机关 启事业单位在加强安全管理的前提下 率先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 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 即资金监管机制会议 昨日在京召开 就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进行阶段性总结 并就推动下阶段工作进行会商和部署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生态环境部制定并发布 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 将产品召回由安全召回拓展至排放召回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昨日成立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专业委员会 专委会成立后将助力推进中国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发展 据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汛期 我国气候状况总体为一般到偏差 多雨区主要集中于北方 台风登陆我国的次数将偏多 黄河 海河 松花江 珠江流域可能有较重汛情 下面来关注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0号签署法案 已遏制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暴力激增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20号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未来几天访问中东 并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进行会晤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20号称 2021年大西洋飓风计可能比往年活跃 但不会像2020年那样繁忙 世卫组织21号发布了2021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 同时指出目前全球34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的这一数据 很可能被低估了 实际数字至少要高出2到3倍 当地时间20号 巴以在加沙地带的冲突进入第11天 哈马斯与以色列终于达成停火协议 并已于21号20正式生效 韩国总统文在寅21号下午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韩美首脑会谈 预计双方将把焦点放在推动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的韩美合作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首都基普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东部局势展开直接对话 据外媒报道 阿根廷求星马拉多纳死亡案中 其医疗团队的7名人员因治疗不规范被控过失杀人罪 下面来关注社会民生新闻 深圳福田区官方证实 早前突然出现不明震动的深圳超高层建筑赛格大厦 将从21号临时起封楼 待相关检测工作完成后再有序开放 广东普宁官方昨日通报 一幼师打伤幼童 经初步调查 19号上午 该民办幼儿园教师在该班幼童活动时 出手推散该班一幼童 导致该幼童上门牙脱落 目前设施教师已被控制 厦门海关日前破获一起特大犀牛角走私案 现场查获犀牛角145件 总重250公斤 价值约1亿元 这也是近年全国海关单次查获数量最大的犀牛角走私案 江西集水暴力商业案一审昨日开庭 被告人当庭认罪 案件将择其宣判 此前的2021年1月26号 被告人手持利刃 刺死刺伤 集水县人民医院医生各一名 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遗族自治州的中国红河蝴蝶谷 迎来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蝴蝶大爆发 昨天在现场可看到 海量蝴蝶聚集在翠林里 小溪边形成漫天飞舞的景观 最后来关注文化体育新闻 在昨天举行的2021年 国家博物馆近日展出258件彩绘画像砖精品及相关文物 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了河西地区未尽的时代气息和融会共生的民族特色 徐悲鸿全集近日在北京发布 该书收录诸多未曾出版的作品 较集中的体现了徐悲鸿的艺术历程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